《余生请多》只叫是由杨子、肖战等人主演的现代都市情感剧,该剧早在2019年就完成了,但由于种种原因,一直推迟到2022年,不过,好剧不怕迟到,看了最新的两集,我发现这部剧的质量和演员的演技都值得观众期待,不仅为男女主创造了亲密接触的机会,还让男主顺便认识了女主的父母。 林之孝和顾卫的故事,也是从他们的一只眼睛开始的。当然,林之孝的父亲大概没有想到,此时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年轻人,会成为他的未来女婿和他的救命恩人。男女主的缘分真的很奇妙,剧情也远比我想象的要容易,整个故事不会推进得太快,节奏也恰到好处,让观众越看越上头。 林之孝父亲病重,顾卫英的医疗事故留下了心理阴影,不过,编剧呈现给观众的剧本并没有那么压抑,其中,杨子绝对可以说是对气氛负责。 他塑造的林之孝是一个活泼可爱,直言不惠的小女孩。 杨子的魅力在于,他能把一个角色演得特别真实,人物所表达的情感,特别有感染力。 肖战饰演的顾卫,不仅颜值有优势,演技也有优势,因为他的职业是医生,各方面的设定,都比女主的角色要领先一点。 如果说杨子饰演的林之孝,是个不拘一格的艺人,那么,肖战饰演的顾卫,就是一个细节狂人。 剧中不止一次展现了顾卫对细节的执着,即使是如何放置水杯,也必须精确到毫米级。 不过,也正是因为有一个顾医生,他注重细节,关心病人,非常负责。 顾卫对林之孝说,你恨我,就因为我嘴里说着癌症,所以,你就找各种理由说服自己。 我不可信,其实大家都不想生病,而作为家人,自然也不想听到坏消息。 然而,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我们想听到好东西,就逃避现实。 林之孝这次出逃,可能会耽误他父亲的病,所以,他真的值得谢谢顾医生的坚持。 因为顾医生可以和高医生一样,避免与患者发生冲突,选择保持沉默。 所以,我希望不仅是医生,也希望患者的感受能够得到体会,也希望患者及其家属,能够多多信任医生,相互了解,才能双赢。 感觉到可以帮忙。